请各位老师将您的彩球缓缓地小心绕舞 台中圣画局长陈家军及贵宾共同到处象征颜料流动的球体 为此场艺术盛宴揭开序幕 强调艺术汇流凝聚台中 这次台中圣画局汇聚了北中南三大画会 有百件专家作品来到大顿画中心展出 总价值更将近有三亿元 这三个画会基本上都超过了70年以上 甚至台阳的美术协会它已经有91年了 那几乎囊括了我们所有台湾艺术史上 所有的前辈艺术家 那这次我们的作品呢 我们非常感谢16个单位借出我们将近百件的作品 我一直到现在都是画我自己梦想的造型 那一直延伸到现在 所以我的那个画里只有眼睛没有画嘴巴 我是觉得眼睛能传神 台中圣画局表示 特展是以台湾三大画会艺术发展史为主轴 而为了串联北中南 更特地的向全台16届美术馆单位来商界作品 而其中台湾第一位女画家沉浸的侍女 以及台湾胶彩画之父林支柱的草莓更是首度曝光 那另外也有那个台中教育大学的一些收藏品 那这个是在没有在校外展出过的 比如说沉浸的侍女 或者是像林支柱的草莓 也是这边大敦文化中心的收藏 但是这个也是比较少展出的 透过这样子作品的借展 透过作品的展出 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充分的了解 理解到台中以及我们整个的艺术美术史的一个汇流 其实这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艺术大师的经典作品众多 所以侧展人更精选出了22件必看亮点作品 更透过了水之异象串联六大单元 希望民众可以一同来见证台湾画会团体的美术发展史 这里叫台中才放到